你好,我是马尼泰凯拉撒南达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尼西亚南达大师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蓝阳中心 尼西亚南达大师是印度神施婆神的转世 是在沙凡达 大师有一个非常强效的 让我们从痛苦的深渊中 瞬间解救出来的方法 但是这个方法又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甚至听起来有点可笑 可以给所有的常年有心情出问题 甚至是抑郁的朋友 或者是你这段时间心情不好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或者是现在当下有什么 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 让你从情绪中 甚至是抑郁中走出来 也就是说我们要 以一个科学的方法来对待自己的思维 它是一个不连续的状况 也就是说一个思维跳出来之后 下一个思维才会出来 一个思维被另一个思维取代 并且这中间的不是一个连续的状态 而是它是中间有一个空档的 叫Chana 两个思维之间的这个时间 然后你以为你在想事情的时候 它是一个连贯的思维吗 不是这样的 而且你大脑中甚至是你经常就是 没有用它 它就一会儿蹦出来一个想法 一会儿蹦出来一个想法 你就能看到 它会比如说一会儿吃什么 然后你就想到这个 对了大师说要吃流食 然后你就在想那个水果多少钱呢 然后你就在想哇塞我的工资 怎么怎么样 然后你就越想越抑郁了 就是这样的情况就会出现 所有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特点呢 它是一个优势 如果我们陷入到情绪的低谷中 或者是抑郁中呢 就是因为思维的这个特点 我们是可以瞬间走出来的 大师给的方法就是 你去喝一杯水这样 这是什么意思 当你有一个新的思维的时候 这个旧的思维就必须被取代 当你有了喝水的思维的时候 你之前的对死亡的恐惧 你的抑郁 你的暗无天日 所有的这一切呢 都被喝水的这个想法取代了 然后如果你认为 这个方法很可笑 什么意思 那我喝完水 不是还是继续抑郁吗 那你就再喝一杯水 或者喝一杯咖啡这样 你爱喝什么喝什么 意思就是说呢 只要你有让自己 从这个思维中跳出来 不要让自己再想了 你其实就没事了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你的人生就是你的内心 不是外在的这些 你的外在没有任何的 真实的意义 你所体验的就是你的内心的世界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内心能是积极的 你的人生就是积极的 你的内心是低谷的 你的内心是低谷的 你的人生就是低谷的 所以我们所做的 怎么能让自己的人生变得积极 变得没有抑郁 没有低谷 那就是让自己的内心 能够在低谷的时间越少越好 也就是说 你不是必须抑郁的 你不是必须被打击到 或者是沉寂这样 你的体验是可以让你改变 它是受你控制的 如果你有意识的控制它 你就不需要抑郁 你也不需要伤心 你可以一直活在很开心的状态中 这个是事实 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能像大师这样 非常非常的拥抱人生 没有什么让他心烦的 那怎么做到呢 当你有负面的情绪 或者是就是它持续的出现 然后你开始往下走的时候 你就让自己去干点别的事情 最简单就是喝茶 喝咖啡 喝水 你愿意喝什么都行 或者是你做点别的事情 自己喜欢的 让自己不要回到那个场景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强效的方法 大师也是非常严肃的在跟大家说这件事 所有的抑郁的朋友 你真的要试试这个做法 让自己从你的抑郁的思绪中跳出来 你身体就会好了 而且呢 它是可以教育的 也就是说你这种让自己不陷入的这种动作多了之后呢 你的大脑就自然而然的选择不会再去陷得越来越深 这样他自己就知道了 他自己就不会那样做 你是可以 你的大脑是可以被训练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好消息 非常强效的走出抑郁和我们心中乌云 波云见日的这个方法 希望大家呢 能有所受益 感谢大家收看 李江南登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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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